好,我嗎? 今天大家都知道我是誰 那在這邊有一些新面容 大家好,我是現任的教育副會長BPE 我就要當的可能 就是那個FB上面那個知名漫畫家 那 我先跟我可敬的對手說一聲 不好意思,我先調情 因為你是很自然的,而且你幾乎是很順的把你的正點講 我還要帶一張稿子 而且還是因為我過去在Toastman拿他的獎狀 OK 那我也是二號社長參選人 那我未來在我提出的正念之前 我想要按照我過去的個人做工 開始講你,先講你皮膜 有些在座有些都知道 我並不是這個學校的學生 然後我,而且你們也可以看到 我有加入我們學校的系上羽球隊 然後今年五月我跟 我就是去台南成大、豹大 參加大外隊 然後 然後因為時間有限 那我就簡單跟你們講 我們需要有一個響意羽球社 飛翔的翔、翅膀那個翼 然後一開始我也不知道是要跟誰去比賽 後來才知道說 因為我就是除了我以外 我們一突然去了 只有我一個人不是響意羽球 因為我是系隊 我不是也響意羽球社 然後那一次我們就是做客運南下 然後那一次 那一次我第一次也覺得這真的非常痛苦 為什麼 因為我相信你們都對我的個性有一定的了解 我是一個很喜歡交朋友的人 我真的不能接受 那一次我真的是不敢急 那一次他們在車上 喔整個鬧轟轟 真的快把整台客運 鬧翻了 然後那時候到民宿嚇他過 那天晚上他們就立 他們因為好像要辦了慶生 然後他們就 他們就 當天晚上就是買酒啊 買瓜瓜整個都鬧翻 那我要講的是幹嘛 我根本無法 融入他們 因為我跟他們 除了我系上幾個學長結外 我根本完全不熟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融入他們 不要告我皮膚 你們都看到我皮膚 在台上那個鳥 那個很搖掰 那樣子 有時候我也會 不知道怎麼打路一下社交圈 那我要講這個 而且那一次 從台北到台南 我坐車好幾個小時 甚至我還一度念了 就是想要拿車裝機器去跳下去 我真的不想忍受那麼寂寞 我想要找人聊天 我不知道怎麼開頭 那我要講這個管幹什麼 就是我想告訴你們 我真的很羨慕 我們學校的響意與酒色 因為他們社員之間 他們感情都很好 他們有彼此的革命情感 他們共同的 他們不只是對比的熱愛 他們已經 他們彼此同袍的情感 真是超越我想像之上 所以 這就是我的第一條政見 我希望我們社員之間 我們的感情也跟我們學校 東武大學的響意與酒色一樣好 因為我這學期看到就是 我可能 因為我自己也沒有跟幹部 所有人都很好 然後像同社 有些人 他們可能彼此都同班 那我就看到他們是 他們自己跟自己好 因為他們都同班又同社嘛 那我自己也是跟幾個幹部比較好 我也不是跟全部社員多 那我希望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第一個目標 就是跟響意一樣 我們要允許我們的向心力 我希望我們大家鼻子都是一個 鼻子都是鼻子的好朋友 第二個 還記得 如果你們都還記得 我半年前說過的話 我還記得 我希望我們社團的領域的宗旨就是 樂輔兩個字 樂輔就是樂 然後我希望我們社團是充滿溫心感的 然後是一個互信互量的一個社團 什麼意思呢? 就是讓人家進來不要有壓力 可以做做事沒關係 我們都可以原諒你 人被聖嫌俗人無故 就是讓你可以進來的時候 你可以溫心的學到東西 不會有任何的壓力 你在外面受的窩囊器 進了這裡 禮拜三、七點開始 進了這扇門 全部回來 因為我自己走出這個門之後 我受的窩囊器 並會想得多很多 OK 第三 我希望我們社團可以名造的是一個 互助的氣氛 為什麼呢? 因為互助是什麼? 就是社員之間 對社員之間的鼻子互 你會什麼? 或是譬如說 我們每次都要拍一堆的三個 那什麼是互助? 譬如說 我原本今天要做什麼? 但我很想做 但我不太會怎麼辦 沒關係 請人家幫你 不是說請他帶你辦理事 不是什麼事叫他做 不是 他沒有比你的替害 譬如說 我自立不深 但是我下一半 我就要當table 那怎麼辦? 但我不知道怎麼出題 我不知道table怎麼當啊 我覺得出題目有困難怎麼辦? 可以請人家幫你出題目啊 這個就是互助啊 平常就是 這就是我希望我跟社團名造 肝膽相造的精神 還有包括prepared speaker prepared speaker 像今天的兩位 還有上禮拜的三位 他們都第一次 他們會完全 雖然有可能他們過去沒有參加過一定英語言 外面的英語言是這樣的 那他們可能對一篇演講 他們不知道在台上要注意什麼 他們會緊張 他們會惶恐 那怎麼辦? 沒關係啊 這就是互助 我們有幹部群 我們有資深社群 就是要讓你幫你解剖 可以提供你任何的協助 讓你可以在台上順順的力量發光放在 發一篇演講 對你來說絕對不會是問題 OK吧 然後 最後一點 也是最重要一點 我希望今天走進正在大門 當你走出去的時候 我希望看到的是你有所改變 什麼意思呢? 在我家住的社團之前 我可以跟你坦誠 我的人際關係非常非常非常不好 因為我承認我自己個性本來就蠻怪略的 然後我本來就不是一個很受歡迎的人 但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的確定好 但是我很願意花理心感 但是我真的有在改變 我覺得我是站在人體不動 然後進來這個社團 我慢慢了解人際互動之間的那把鑰匙 幾乎是沒有學到這些 我現在大二 我大二一開始跳槽過來 我發現我的人際關係 因為這個鑰匙 台科大的鑰匙 然後最後也是 這是我想提供我兩個 我在這邊有所改變的 第一個就是我剛才講的人 第二個 是最近才開始改變 Wendy 不好意思 這個希望你聽一下 還有讓你這個要聽一下 這個 也許對你們來說 有些比較沒有說服 但是我真的是摸著良心這樣 我開始學會 怎麼樣當一個軟性的 以前我是怎麼樣的人 就是 思想啊 言語啊 就是一根腸子衝 衝到你 就是有時候都覺得說 我這樣 就是有點偏執狂 或者覺得說 他就是 就像吉金鳳一樣 這樣這樣就做 就堅持 就是 就是 這樣子我會帶給他 一個壓力 那尤其這個方面 因為在言談方面 對我來說是非常傻傻的 因為這樣的話 跟我相處人一定會懼怕 對不對 在這時候可能之前有人真的 可能約這樣就會覺得 當可真人蠻恐怖的 所以 如果是真的有這樣的情形 的話 我就跟大家聲聲道歉 因為我真的沒有故意想要跟你這樣改 但是 是從 我在社團交到的好朋友 我在社團交到的好朋友 他有沒有這樣跟我講 然後我覺得就是要說 我要趕快開始改變 然後我最近 我每天 沒事的時候 洗澡的時候 等公司的時候都想 我到底要怎麼樣 才讓人覺得說 當了這個人其實是很好 很慈祥 很和睞 很好相處 然後長又帥 沒有啦 我亂講的沒有他那麼帥 對不對 Thank you 對 帥 我跟你講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同樣 我知道我這張臉 一點都不帥 而且我BNY又偏高 但我可以用一點證明 我可以讓人家喜歡這樣 就是 我可以很和睞 而且 不像我在那邊寫的 我可以很軟性 我可以懂得活性 講話 有時候就是先想一下 知道說這個話可能 對你們會有殺傷 你們會有感情 如果不舒服 要不然可能我講的時候 我沒有惡意在對方的心理 就病毒了 這是我最近才開始講 之前倒是沒有 就是比較自我中心 就是活在某山市裡 也是差不多這一兩個人 就覺得說 至少我覺得 自己聽我自己講話 就覺得說 我已經開始變暖 對不對 台上講話專心了 他例外 他例外 對他講話就是要直一點 這個感覺 就是有點自我 好 那我的證監就發表到這邊 謝謝大家耐心的理由 謝謝 謝謝 謝謝